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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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看到的是Hitmarkomoto 是一个模型 原型Moto 但是有机率的模型 有一个Hidden state 所以它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解读一句句子 每一个句子的每一个词 都可能是会对应到各种不同可能的状态 你要找一个最佳的解释 这个句子所看到的句子 这样的一个网络的结构 我们称为Hiddenmarkomoto 这个Moto本身在建构的时候 就是用大量的语料 出现名词 后面出现动名词的纪律 然后出现动词 就可以统计很多的大量数据 得到这个纪律 当你看到这样的纪律以后 你就旁过来 用这个纪律的模型 去找到 看到了某一个特别的 specific的句子 它到底用这样的纪律模型 是不是最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哪一个 那就是用百国体验算法 像我们就这样讲 你要理解 就是原来是这个原理 大概是用纪律的去统计 可以算出出现的频率之间的关系 然后建构了一个隐藏的模型 所谓隐藏模型 所以看不到 字面上看不到 所以你会说 这个是名词、动词 那些都是抽象的东西 隐藏的是抽象的 具体的就是看到 教授画画 这个是具体的 看到了词 但是你背后是什么东西 那些都是状态 那你状态去解释它的话 就是你的Hitmark Model 好 那可是这样是不是最好的呢 在自然语言里面 处理Hitmark 已经在语音、辨识上面 各方面的应用 就很多人都是用Hitmark 做得很成功 可是还有更 当然精益求精 在更上一层 这个Hitmark 还是有人会 鸡蛋里挑骨头 这样这个模型不好 怎么样不好 我们再去找新的模型 那有一个就叫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那用这种方法呢 它的概念就是说 我也是看到 这个 看到这是表面上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句子 我们看到一个序列 那这个就对应的 是哪一种序列的 Hidden State 的序列去解释 那这个就用机率方式 那你要去找 Vibrative就是找 这个最有可能的解释 那可是这样的一种模型 有时候会陷入 因为你那个每一个都是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有时候我们的自然园 有时候会有很 很远的关系 那这些东西 要怎么样能够表达 说我这个字 要判断的时候 需要跨越很多地方 就好像Hitmarker Mode 会比较局限在它的结构上面 那比较有弹性的方法 就用这个一个表示 我要计算这个几率 看到一个序列的句子 我要去找一个最佳的 剧烈的状态去解释它 我可以把这个状态之间的 前一个状态 跟后面的状态的变化 中间会出现某一个句子 某一个词或什么东西 这个用一个F的函数 Di的部分 i-i 这两个之间相邻的 两个状态 每一个i都有一个特征函数 feature function 这个词在这两个状态之间 它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出现 你用那个特征来判断 比方说一个ing ing可能很像动音词 所以它有这个字 ing的特征 或有ed 这个很像动词的特征 那可能是动词的机率比较高 加SESO 可能是名词 对不对 那有类似的特征 那这些特征 就可以帮忙你做出一个特征函数 一个分数 那这个分数用exponential 那这个分数 越高这个指数就分数 所以说你的特征 越明显这个有一个分数 但是有一个权重的up 在这里 那把所有的位置的 所有的字 每一个字一个字 除字的特征都把它 多一个对应函数 去抽出它的加权 那每一个f 大f 是每一个小f 这个才是 这个是大的f的 那这里面有 每一个特征里面 从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 抽象的状态 看到某一个词 第一个词 那个长的什么样子 那个e 它其实可以解剖成 好几种不同的特征 像ing一个 那如果里面前面加上 加上一个 比方说什么东西的prefix 或者什么prefix 或者什么等等 你就会看出这不同的特征进来 那它排列组合 就会把这个所有的f 有k个 那每一个不同的权重 把它加卷起来 就整个总这个f 所以这个f 是有好几种特征 你看到ing是一个像 可能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是属于什么 这个属于什么 有很多不同的特征 那每个特征都会贡献 不同的重要性的witting的加权 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这个模型 让你去抽取 在学的时候 看大量语料的时候 你可以把每一个词 在各种状态出现这种词 各种特征 去计算它之间 函数之间的比重 那用这个来判断 会比较有弹性 就没有像刚刚那个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的这种markle assumption 它可以整个 反正你只要看到 那立几个位置 因为所有的位置都在里面了 所以它可以 比较痊愈的去抓取 每个地方的特征 来帮你做判断 所以它比较来讲就是说 你就记住这个 Conditive Random Field 是一个专有名词 对你来讲 它是一个特殊的 Information Extraction 一个模型 它用这个方法 怎么样去抽取相关的 你要抽取的东西 那它怎么计算 就是它的特征 可以overlap 因为Hitmarkle它就是局部的 它没有办法让你有overlap 那这个Conditive Random Field 它的特征 它是可以overlap 那它可以在任何一个观察到的序列里面 去找到任何一个部分的特征 它就不会局限在前一个stay 后面一个stay 看到的东西 就比较局限性 它就可以比较把它放开来 就整个feel来看 整个领域来看 这个random field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你大概知道说 Information Extraction 其实有不同的模型在做 刚才说TFIDF等等等等 很多种方法 它去想办法抓到最relevant的 那比较进步的就是文献里面 除了deep learning 跟后面在做的东西之外 这个Conditive Random Field 就是自然语言里面 在做一方面 最先进的一个技术 那刚刚后面再继续 当然还会有 那我们现在下一个 我们要讲的就是communication action 就是说自然语言 其实是我们人类在做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就是通讯沟通 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做语言干嘛 语言就是人与人 要沟通才需要用语言 如果我不跟人沟通 我干嘛用语言 我根本不用语言了 所以语言就是一个communication的工具 那当然可以用语言 有语音啊 有文字啊 在这个做互相沟通 那所以沟通里面呢 就是所谓的dialog 那dialog的结构 我们去分析dialog 自然语言分析 就有speaker跟hear 你讲话你对墙壁讲 墙壁给我听不懂 speaker要一个hear 对象 你讲对象 我今天写篇文章 我有一个potential的对象 我是要针对校长 还是针对学校 还是针对师生 还是针对谁 你有一个对象 你写了用公开信 那你的真正对象是谁 有一个speaker 就有一个hear 你是对象 那hear 你所讲的东西 就是你的outurance 那你当然可以交换 角色互换 本来我听变成讲 我讲变听 听了要回话 就变成他讲我听 所以大家就变成dialog 就变成conversation 那conversation 里面我们去分析 就是在dialog 里面我们在自然语言 他们就是有一些所谓的speech act theory 什么叫speech act theory 因为act本来是动作 对不对 那比方说我今天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移到这个地方 搬到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的位置就不见了 从这个地方移到这个地方 这个动作 我可以把一个动作 我把它拿起来 我手里就握了这个东西 这个是action 那我speech speech算不算action 不是啊 speech讲了一个声音出去 就没有了 对 speech本来不能说action 但是很奇怪 speech是 请你站起来 他真的就站起来 我没有把你拉起来 我没有把你推起来 可是我说 请你站起来 请你举手 那个人就举手 奇怪 我讲话里面好像有力量 对不对 你用话居然可以变成行动 这样人家变成产生力量 产生action 就好像这个无形中 这个speech 任一句话 它里面可能带有某一种 好像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理论 是叫speech act theory 所以speech act就是 我为什么要在这句话 它有一个precondition 有一个post condition 我为什么可以把这个东西拿起来 一定是有precondition 就是我一定 我在那裡 什么拿的都拿不到 我一定要在我accessible的地点 我的条件下 我可以拿 而且我力量够把这个拿起来 我试一试苍蝇 我要把这个拿起来 拿不起来 一定要我的力量够 这个地方一定 这个东西一定不可以 被绑住或者黏住 不然我就拿不起来 所以有很多precondition 那有precondition之后 我拿起来以后 这个东西的位置就不见了 或者是就变化了 就change 那就是post condition 就不改变了 这个世界就改变了 那我们做任何动作 我把这个桌子一推 桌子就不在这里 要推到外面去了 那桌子的位置不见了 那世界就改变了 那就是action 可以change the world 但是speech 我那天讲了半天 好像每个人都还坐在那里 那好像有什么something在那里 就连变了 有个人都好像 这个实际world 里面 好像大家都坐在那里没有动 我讲了半天的话 两个小时后 这是speech 我再讲了半天 那到底是什么世界改变 我不知道 好像有东西改变了 所以这speech 里面就是说 我们其实分析这个 讲话 任何一句话 如果我们去分析 它其实是一种action 到底改变了什么 我讲话你已经听进去了 你有听到耳朵 没有 用一用看看有没有听进去 有可能进去以后 这边出来 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就 就没有东西 反映了 可是问题是 你再继续回应 它有个产生 我们要分析不同种类的话 我们讲一句话以后 它可以分成不同类型的 就是我这样 Who are you? 那你就 这是在问我 你是谁啊? 你在问你Who are you? 那你马上就会反映 你要怎么回应它 你这个好像有一个东西 过来你要反映回去 对不对 反作用力 你要回答它 那有时候 这个话 是一种inform的这种类型 就是说 The guests have arrived 客人都到了 我们开始上课了 对 都到了 到齐了 学生都上来 就告诉一个状态 通知人家 通知人家 也可能是request Prin a cup of coffee 到一杯开玩笑 喝 拜托拜托 请求 就是人家给你帮忙了 那你就要Thank you 对不对 或者是人家提出什么 argue 你就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promise 说你要答应 对不对 我明天一定会到达 三点钟 要答应人家要到 make a promise 有promise 所以你看看 它话里中有很多不同的purpose 不同的目的 不同的intention 但电脑怎么会理解这些东西 都是字啊 不是吗 The guests T-H-E-G-U-H-E-S-T 都是字 都是字 什么东西都不一样呢 你一定说 每一个字都有不同的意思 然后兜起来以后 它又有另外一层次的意思 它不是说The guests have arrived 其实它是在通知你 或是在回答你 或是在做什么 那个目的 诶 这个层次跟语意的层次 是不同层次的 对不对 字面上的语意是这样 而它这一句话 为什么要做 在这个时间里 你讲这一句话 这个是Primatic 这语用的层次 那电脑不得懂语用 它才能跟人家沟通 它不懂语用 它今天乱讲一句话 它不是讲错话了 它没有办法知道目的在什么 随便乱讲话 你给它说 随便跟人家说 那你就性骚扰了 不然一下子乱讲话不行 对不对 你要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 那用什么目的 什么动机 它一定要判断 然后知道它讲这句话的目的 什么 刚好在这个实际点上讲的话 不同的场合 它才能分辨 那你完全都不知道 那你是用这个understand 就是说只有一大字 串在那边串来串去 那是什么意思 一定不是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Speech的understanding 我们要的是了解这个Speech AIR 就是怎么样去了解 communication 整个model 整个模型 这个dialog 对话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电脑 如果结构也清楚了 它才能够在这个模型之下 它知道现在在做什么 现在你讲这句话 是在通知我吗 还是在威胁我吗 还是在恐恶我吗 还是在做什么吗 对 你去知道说它讲这句话 在这个场合讲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模型 电脑就没法推出来 所以当很多Speech AIR的人 在研究这个 就先把这个各种不同 Speech AIR 有哪些AI 那怎么样去建构这个模型 那就很多的研究是朝这个方 那我们在这一个communication 就是我们把它看成这样一个 沟通的过程中 就是intention 就是第一个 你讲话的人一开始就是我 你为什么要讲话 我今天肚子饿了 你就跟爸爸妈说 我肚子饿要吃饭了 对不对 你就表达出来 因为你有这个intention 对不对 那跟人家讲说我肚子饿 我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就Speaker要讲一句话 他一定要讲说 我有个动机 我有个什么 那你一定有那个动机 你就Speaker要intention 那向你的对象去讲一句话 然后你要怎么产生这句话 你肚子饿了 你会说今天天气很好吗 不会吧 在讲今天天气很好 跟你肚子饿有什么关系 你一定要表达是你肚子饿的东西 那你就要去generate那个句子 产生这个句子 然后再来就 你要产生这个句子你要合成 你如果今天要用英文讲 还是要用中文讲 还是要用日文讲 韩文讲 对不对 你就要不要语言 跟不同的人讲 因为他听不懂日文 你就要跟他讲英文 他不懂英文 你跟他讲日文 或者等等之类的 那你要合成 然后再来听的人 就是类似Speech 如果写字 那就要OCR 就辨识你的字 如果是说 那就Perception 然后分析完以后 就开始你接到人家讲一句话 肚子好饿 那你就说什么意思 肚子好饿 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开始分 肚子 肚子是名词 饿是形容词 好饿是好 会常修复词 他叫兜起来以后 是什么语意 然后语意结果 他的目的是他表达了 他今天现在是肚子饿的状态 需要吃饭了 需要拿东西给他吃 那你就知道他的intention了 那这个primary都解释了 那当然你中间有出现是amiguity的话 肚子很饿大概 饿 饿 会有amiguity 那你如果把它解读完以后 大概不会出错 那你都解读成功了 对 最后就把你说 哦 我知道了 你肚子很饿 那就把你妈妈听到这句话 就把这个believe 哦 我小孩子肚子饿 哦 知道了 get it i get it 他就把它incorporate到他脑子里面 下一步他就会产生 他要做什么怀应 他要呼啰啪 还是要真的拿东西给他吃 那妈妈就要去做回应了 那这个就是整个communication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把它一步一步 每一步都要电脑去模型 电脑像机器人才可以跟人做互动 所以这个就一层一层切 那每一层切就要开始解释说 假设我们要表达一件事情 就会变成好几段落 所以自然预养很复杂 好几个stage 好几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要去处理 最后才会跑出来 哇 那过去的这个自然预养的研究 就是这样切那样切切好几个 等一下我们看到好多个这个步骤 我们用机器学习 希望以后这个都不要了 希望用一个深度学习 就好像把一个脑子放进去 这个脑子就会学 什么都会学起来 就是什么东西就解决 不用再去管里面的东西 这是传统的AI自然语言 必须去了解每一个步骤是怎么过的 每一个stage是怎么做的 那有什么里面的理论 可是现在的继续 还不懂 反正我就丢给你一大堆东西 你就去 机器反正就像一个大脑一样 你自然会学嘛 每个人学语言就是 好像也是这样就学上来了 好像可以 我们现在越来越倾向走这种路线 深度学习 因为电脑的这个模型 越来越发 New-known label 越来越像 好像模拟人的大脑 就越来越希望说 我们不需要再去走这些老路 但是我们这个走老路干嘛 了解过去这个研究怎么来的 有很多的AI的理想idea 这个理论 其实在背后上 即使你要用深度学习模型 你要一步登天 那你的理论完全不知道 我就丢一大堆东西 他就学起来 我这黑黑黑字里面做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反正他就会写 以后就变这样 你看到一个半成品 他就会学的东西 他就丢进去 哇 一大堆东西 他就出来 他就做得跟我一样 会讲话 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想他里面什么东东 我这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字 我们后面用倾向眼线 在走这个路线 但是我们走的这个路线 是老路线 老路线自来语言处理 它就是有这么多的component 圆件 大家都是说我们是 第一个intention产生 我们就用逻辑的 那时候就用逻辑的方式 因为电脑不是像现在的 Deep learning 都是用什么 connection way 去把它连起来 他就用这个很符号式的 我知道 这个人 他现在这句话是说 他要讲一句话说 事实上他产生的是 Wampus Wampus是一只鬼 Wampus 然后is dead 这是在游戏软体里面 Wampus dead 就是那个鬼死掉了 那这个游戏里面 Wampus dead 假设是这样的一个 他要产生这一句 那开始就是说 这一个在什么状态之下 Wampus不是alive 那就是活的 那他希望这个hear 知道这一件事 他的intention 希望hear 就是对象 听的人知道 鬼已经知道 你可以出去了 很安全了 你可以出去 类似这样 你要通知那个hear 让他知道 那你就要产生这句 然后你要合成 The Wampus 那这个是 模拟的语音上面 要去产生 怎么样去讲出这句话出来 然后这个接的hear 就听到了 又讲这句话出来 他就要解读 这句话是 The Wampus dead 然后他把它分析就分析 这边等一下我会讲到 这一对字串 事实上是一个句子 那句子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一个名词偏语 加上动词偏语 那名词偏语是怎么产生的 是一个贯词the 然后加上一个名词wampus 然后就是我的wampus被语 那动词呢 它是b动词 b动词 然后形容词the 是形容词 它原来这样 我说他这句话分析出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这个叫gramma的剖析 等一下我们会讲 那这个解释完了以后 那就开始解释 那这个结构 syntactic结构 怎么变成语义的呢 我怎么变成是一个逻辑结构呢 那就有一个predicate 这个predicate叫用动词 debt is not alive 这个要转换一下 还有一点困难 debt跟not alive 事实上是equivalent 想等的 那就是用一个predicate 是不alive的这个东西 那是这样 表现出来是debt 不活就是死 不活就是死 逻辑上 不活就是死 如果是这样 所以wampus 现在没有活了 那就是死了 这样 那这个逻辑 这个就是语义 sematic 诶 这个地方是primatic interface 是说 这个 在 让这个 实际上 这个intention 应该是说 这一个hearer知道 wampus 在以后 是 不是活的了 不是活的 就死了 那 这边就是 我不晓得 这个disambigua 什么东西 incorber 就是知识库里面 就知道了 这个hearer 就知道 他脑子里面 就知道 印象里面 现在他认知里面 知道wampus 是死了 因为对面告诉你 the wampus 是死了 听到这个声音 解读以后 听到以后 在脑子里转转转转转 原来你现在控制我wampus 是死了 那你就相信我 外面狗已经死了 所以你这样很安全 可以出去了 之类的 现在外面没有病毒了 我们出去玩 意思是差不多是这样 刚刚有碰到一个地方 就是 这个东西 句子怎么分析出来的 这传统的 我们就要去 语言学家 这个东西 就是要了解说 什么像是一个 合法的句子 所以说linguist 就是语言学家 语言学家底层 去分析这个一句 什么叫glamour 什么叫愚化呢 glamour 就是一个linguist entity 我刚刚看到 名词 动词 这些都是语言学家 发明出来的 我们在讲话 没有学语言学的话 我们照样会讲话 对不对 也没有人说 我爱你一定要是我 然后是名词 然后爱 然后是动词 然后你是受词 然后你又代名词 然后我加起来 才会变成合法 我可以讲我爱你 不能像你爱我这样 但你就要分析这个半天 然后你就已经 不会沟通了 你就在那边 再分析那个语言 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学语言 小孩子也没有上语言学校去分析这个语法 他就开始讲话 都讲对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一个迷思 可是语言学家 就是要把这个语言的规则 去把它整理出来 任何一个语言都有它的规则 你不能乱讲 我爱你变成你爱我 或者爱你我 我你爱 那如果在讲什么 到底是你爱我 还是我爱你 你说怎么办 字乱换一起 所以它一定有一点 规则在那边 告诉你 任何一个语言它的规则 是次序不可以乱掉 对不对 如果乱掉了的话 你会出错了 我爱你变你爱我 爱你我 我爱你 你知道什么意思 就搞不清楚了 就没办法沟通了 那所以它语言 里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语言 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规律 这个Rules 那语言学家把它整理出来 告诉你说 今天你讲这句话 语言学家说 不对 你的语言法错了 对不对 但是语言法错了 有些人照应沟通 可是语言学家就很硬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这样讲才是正规的语言学 对不对 我们的中文一定要这样讲 日文一定要这样讲 韩文一定要这样讲 那我们这个 这一个语言的人 他在这个规则 一定的规则 他可以沟通 如果你不 你维完这个沟通 大家都不照这个规矩来 那出乱子了 你讲这个到底是这样的 还是我的对 还是你的对 还是这个四个意思 还是那个意思 后面全乱了套 所以语言学就变得很精准 要非常的了解说 什么样的gramma之下 是可以叫对 什么叫不对 可是为了这个东西 大家必须要提出理论 你的依据在哪里 你怎么分析出来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 语言学是有名词 有动词 有介细词 有这么多的词性 真的有那个东西吗 因为我们讲话写字文章 我根本不会去注明 就是MP这样的东西 不会有名词动词 我不会注明 我就直接讲出来了 我讲出来就是和文华 不是吗 你听得懂我就说和文华 不是吧 难道我讲话你听不懂 我讲中文你听得懂 听得懂 听得懂 我以为讲说我讲这句话里面 我讲这句话 名词动词这样这样你才听得懂 我不用再讲那些东西吧 可是问题是 冥冥之中好像背后一些规则在来 没有这个规则 为什么 可是我们在学的时候 我们就 冥冥之中我们就学到那些规则 都和风好 很奇怪 我们整天怎么会这样学 小孩子这样学 不用学语好学 他也这样学 他也是可以讲话 他一直听得懂 一直沟通 那这个gram 就是我们所谓的 他们的语言学 他整理了很多的entity出来以后 他出现的次序 我爱你 你爱我 是不一样的东西 放到日文 韩文你才发现说 韩国人就跟我们讲话是顶倒的 你爱我 我爱你 就是跟你讲的 可是他们有规定的 他们可以懂 如果照他的次序上讲 爱先讲 还是你先讲 还是我先讲 我们中文是你先讲 还是我先讲 爱先讲 这个很简单的东西 不同的语言的人 他自己规定 韩文规定这样 要先讲动词 还先讲名词 还先讲这种东西 你不可以颠倒来 颠倒来 就是不合韩国文 人家就搞错了 你用中文式的韩文 就去讲看看 对 那这样子的东西就是 我们所谓的语法gramma 就是我们要把句子呢 结构呢 它要判断说 是不是符合你们这个语言的规则 你要去解释这件事情 那语言学家就是要解释 就gramma的 grammanian 他就是要把这个规律讲清楚 那分析说你这个句子 为什么是符合这个语言的规判 规判 规则 那所以他们提出很多理论 就是作为linguist grammar 很多的不同的模型 这个语言你可以看到 次序很重要 主词 动词 授词 中文说我吃午餐 午饭 午饭我吃 听得懂吗 吃午饭我 我吃饭我 我可以让他们听到 我吃午饭你才听得懂 如果吃午饭我吃 好像一个感觉怪怪的 吃午饭我 这个是讲什么 像我们没有人这样讲的吧 你讲说你这个家伙在讲哪一国语言 对 英文是I eat lunch 他们都是跟我们次序要 我 他也是我 我先出来 然后吃 然后授词是午饭放在后面 韩文不这样讲啊 韩文是sov 主词 授词动词 动词放后面 哪论 哪论 者心如 目标一打 哪论 这个是那 哪论是我 哪论是这个 他把subject的一个 particle 主词就是午饭 然后这个是受词的 受体的一个标记 它是受词 受格 目标一打 目标一打 是动词 吃在后面啊 他不会把吃目标一打 詹心如 没有这样讲的 但是他可以把这两个对调 詹心如 哪论 目标一打 他们那个词之后 他可以动 韩文的特性 那日文呢 私は 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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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贵范哦 日文和航文 他们的次序 顛堂以后 你讲哪一国话 可是这个是 SUXT 连组应的语法 如果不照语法来 他們就沒辦法溝通 他們想習慣的都是這樣講 你都練對了 但是你次序不做了 他們都聽不懂 日文也是一樣 你把它翻過來 照中文文法去講日文 然後照韓文文法來講中文 那這不是天下大亂 好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語言它需要有次序 出現的次序它有一定的規則 那這是歸五環的一部分 那很多語言學家就開始去分析語言 把各種語言裡面的各種語料去分析 就分析出他們的各種不同狀況 實際上各種語言現象 整理出來一大堆規則 那你如果照規則來 它就是符合gram 如果你符合語法錯誤 對不對 那這個規定裡面就很多了 從Chomsky MIT 然後剔了一大堆transform grammar 一大堆principal parameter general GV理論什麼之類的理論什麼理論 都非常複雜 因為它語言現象很多 它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去講清楚 講不太清楚 所以它要去發明很多的這個 很抽象的東西去解釋 它explain這個語言現象 看到各種語言現象 它能夠解釋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語言學 所以語言學很困難 你要讀語言學要花很多力氣 把這些理論都給我懂 你就去搭辦這輩子了 然後這個有很多的語言法 你可以看 我也沒辦法全懂 因為我看 我一思半解這樣 那我們也確實曾經有過 這個學生早期就是做 法律判決書的那個分析 我們也是把那個GV理論 government binding theory 就是principal parameter Chomsky最有名的理論 就想辦法把它理論抓一點進來 然後變成一個計算模型 然後去分析 那這個就是利用語言學 那後來就不走這一套了 大家就開始用統計的 開始機率的 就比較簡單 算算算算 那就可以算剛剛那個 這個statistic approach language approach 那現在statistic approach 慢慢又結合這個地盤理 現在又用深度 Luner language 更做得更powerful 然後又融在一起了 然後這個日系月異 在技術下越來越進步 OK 那我們先回到這個 看一下這個gramma 其實我們語言 明明說都有一定的共通性 那個Chomsky就是語言學的大師 就是希望找到一個universal 我這個提出來的話 什麼語言都可以解釋 日文 韓文 管理什麼文 都一定要滿足 因為我們大腦就這樣結構 他認為大腦就這樣結構 你那個裡面 你怎麼學 我生下在美國 我就學英文 我在韓國 我就學韓文 為什麼每一個人 大腦到哪裡都會學哪個語言 都沒有問題吧 大腦都一樣 所以他認為是應該 在明明之中 語言學應該背後一個universal model 對不對 電腦也是一個universal model 如果我們抓到電腦 universal model 跟我們腦的大腦 universal model 我們當然可以等於equivalent 然後我們就可以解讀一樣的語言 不是嗎 可是問題要講是這麼容易 然後講吹很快吧 對 那後面怎麼做 對不對 你怎麼找到那個真正的model 當然很難 所以他們就找出來 這個Chomsky 當然語言大師 他很厲害 說任何一個都是一個x 對不對 x是什麼 x可能是名詞 可能是動詞 可能介系詞 可能是副詞 可能行動 只要任何一個東西 就有副詞偏語 介系詞偏語 名詞偏語 畢竟 都有一個叫headx的東西 那接出來他就是剩下的就是什麼 他只有三條規則 就可以把全世界的語言 都能夠把它解釋清楚 這叫做universal grammar的一個精神 我只要三條規則 你要做幾千條沒關係 我就三條規則 我就三條規則 在講那個x theory x bar theory 那這個x bar就是 我叫xp 你知道x可以是n 那n就是名詞偏語 p是phrase 那np 那v呢 動詞 動詞vp呢 動詞偏語 所以任何東西 你只要把它換 它中間有一個中介的 就是x bar 這個prime 我們要把不好畫 就畫x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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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加上一個叫做adjoint的東西 adjoint可以其他東西 然後這個x bar 可以變成是x加上一個complement 所以說三個東西加來 就是變成是三條 第一條規則規範這個 這是一個phrase 那x bar 再一個bar x bar bar就是xp x bar再 bar 兩個bar 就變成xp 所以你不要xp也可以 x bar bar等於x prime prime 等於一個prime x prime裡面 可以在這個adjoint 可以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因為x prime加adjoint 變成x prime x prime加一個adjoint 可以加 可以一直加 對不對 好像就跟我們剛剛說 可以繞 可以繞 所以這個就可以 這樣一個結構 三條規則 可以延伸出來 產生出各種不同的語言 但是呢 這個specify 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adjoint在左邊還是右邊 complement在左邊還是右邊 隨著不同語言 它有一定的參數 所以叫做原則與參數 參數只要定了以後 你們這個東西就不能隨便換 就是這個參數 只要我這個語言 前面在左邊那裡 就不能跑到右邊去 右邊就會怪裡怪氣了 那這樣的一個理論呢 它提出來以後 就很簡化了 不要名詞偏於定一個 動詞偏於定一個 接詞偏於定一個 每個都要定一個 然後不同語言要定 然後它就是把它 一次講清楚 三條規則 就講完了 對不對 然後它就可以把這個語言 那這個就是x bar bar 我們講是xn的話 就是名詞偏於 那名詞偏於 假設這個是一個名詞偏於 this beautiful girl 那怎麼用x bar theory來解釋 this就是剛剛那個 x bar bar前面會接什麼呢 x bar bar前面會接 x bar bar前面會 x bar 接在x bar 所以這個是specify 接這個東西 所以this this就是specify 然後後面就是x bar x bar x bar的話就有一個adjoint 有時候adjoint是 有時候specify是空的 有時候adjoint是空的 有時候comperance是空的 有時候comperance是空的 空的就是沒有 但是空代號就是沒有 有時候可以省略就是沒有 有時候可以省略就是沒有 有時候有就要放在那個位置上 那我們在解讀的話 這個disputable就可以用x bar來解釋 就是說 這個是個specifier 接到x bar x bar裡面再接到這個是一個 x bar接前面左邊那個是什麼 x bar的左邊這個是 它這個adjoint是跑到這邊來 對不對 或者是comperance 跑到右邊或者跑到左邊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是 這個x bar可以接 這個是n在這裡 所以它說在左邊 左邊修是這個 所以它只要有一個x bar theory 它可以把所有的餘法 本來是名詞動詞介系詞都要寫出來 那就用三條規則去取代它 然後就簡化掉了 這個就是x bar theory 的一個原理 那我們當然知道 真的要implement 你不能用這個簡化 它簡化是在解釋原現象 它universal 就是很能夠一字化 很能夠很簡單的 就把所有語言現象解釋清楚 它所用的一些理論的手段 但是呢 當你要實際執行的時候 當然你要把這個 一個語言完整的都把它展開 都弄出來 讓電腦知道 那不用在那邊拆來拆去 所以這裡面就是 這個我們假設說一個gramma 這個我們稱為叫做 probability contact-free grammar 當然這個名詞 你就不能記住了 這個p就是propriety 機率式的 contact-free grammar 是在正規語言裡面 它有定義的一種語言的這種規範 就是特殊的一個語法 那叫contact-free grammar 那這個claring-free grammar 都是用規則式的 每一個非terminal 就是抽象的東西 可以展開成為實際的東西的規則 比方說名詞 哪些是名詞 動詞 哪些是動詞 那這個都是抽象的 因為絕對你不會寫名詞 寫在你的講話裡面 對不對 你就講出來就好了 那這個數字代表 機率 它出現的頻率 在一般的大量語料裡面 這個字出現的機率 那就是probability的contact-free grammar contact-free grammar 就是有規則 這個一個規則 抽象的變成具體的 然後還有呢 就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這個是Lexicon的規則 對不對 就是規類的 categories規的哪一種類 那這個是一個gramma 就是說句子是由什麼樣構成 名詞篇語 動詞篇語 然後句子可以是一個 conjured sentence compound sentence 句子 加上句子中間有連接詞 這樣也可以構成一個句子 這個出現當然比較少 這個出現比較多 所以它機率上面是不同的 那你這個名詞篇語呢 是代名詞可以當名詞篇語 名字也可以當名詞篇語 名詞也可以當名詞篇語 名詞也可以當名詞篇語 然後或者是罐詞加名詞 或者數字加數字 或者名詞動篇語 加上階形式篇語 或者名詞篇語 加上related clause 名詞篇語 關聯詞句 可以並在一起 變成一個名詞篇語 所以它有一個規則 把它出現的機率 放上去以後 這個叫propriet contact grammar 你把它所有的 都可能的 都出現的這種 語法上面的規則都寫下來 可以構成一個gramma gramma 0 就代表我先做一個版本 叫gramma 0 我可以再修是gramma 1,gramma 2 就是越來越複雜 那就是基本的 我大概把語言學的現象寫出來以後 然後我去統計 在語料看到這種情況的機率 出現的頻率有多少 相對其他的pattern 那你就是看到句子的形式 大概有多少種 就把這些都統計出來 就變成一個propriet contact grammar 那為什麼我們要建構一個gramma 好像語言學家好像很輕鬆 可是事實上沒有那麼簡單 你有沒人寫過漢語的語法 你懂不懂漢語大家都很厲害吧 中文都很厲害吧 叫你所謂是漢文的語法 你寫得出來嗎 你又不是語法學家 你寫了瓜語漏漫 寫一個手漏掉一個 你不定能夠把一個perfect的gramma寫出來 寫不完整 對 我們每一個人說中文不行的 不會每一個人都說我中文很輕 可是叫你選漢語語法 語言學語法 你寫得出來嗎 寫不出來 你寫出來都不會完整 真的把你拿去跑都分析出來 都不對啊 沒有那麼容易啊 對不對 就不用說機率 機率你要大量數據 你才能統計整確 剛剛那個語法是不是這樣出現 你都還不見得能夠列完整 說不定你還乱漏漫 對不對 所以就是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要找到一個perfect grammar 事實上是蠻難的 所以為什麼自然語言也會困難 就是我們要一開始說 大家開始說我要設計一個gramma的parcer 要parcer一個自然語言 要分析這個句子 長得什麼樣子 剛剛寫gramma就是大家說 有沒有gramma gramma誰的gramma借我看一下好不好 但你看到英文的語法也是很多 比較完整的 可是你看整理一本英文的教學 那個語法分析 你能夠保證你英文的語法 就全部都納進去了嗎 真的分析下去真的是不會有分析不動 就是明明這個句型確實找不到 語法可以把它分析成合法的句子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要不是trivial的一個件事情 就是要 你可以很快就寫一個很粗糙的語法 那可是你會有出現一個現象 你有可能很多的例外 很多的ambiguity 很多的content dependence 現象你沒辦法包刮在你的規則裡頭 講不完全 那所以這製造很大的困擾 gramma 要玩perfect的gramma不見得容易 但是當你有一定的gramma 總比沒有gramma好 至少你可以百分之八九十 你就可以分析得出來 還有少數特例那些再去處理 但是如果完全沒有 什麼都動不了 對 所以gramma就是他們當初就 我們要設計一個gramma 並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有很多例外 那有一個現在overgenerate overgenerate是說 你可能會有一些句子 你的語法認為是合法的 但是它產生出來就不合法 因為規範就有些特殊限制 那你就一直照你的語法 應該合法 就一直用那個東西產生出來 就產生一些不合法的句子 是有可能的 像migo Boston 這個就有 如果你沒有特殊去強調主詞的 這個叫做主格受格這樣的資訊 那你就說只要是代名詞 就是動詞、受詞 OK 可是當你用me 它是代名詞 但是它受格 那就不合法 可是你沒講 你的gramma沒有註記 沒有把這個規則加進去 那你又產生不合法的句子 然後他認為是合法 那就不對了 me go Boston 有人講這樣的嗎 沒有 英文就是覺得這不對 語法不對 那undergenerate 就是有一些生的是合法的 但是你卻沒辦法產生 比方說 I think the one person is smelly 他會I think 那這邊就變成 這一個是子句 是吧 那原來的動詞裡面 如果它沒有這一個 動詞加上什麼 它沒有這個東西 它有名詞 動詞後面加上related clause 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動詞後面pay沒有加上 剛剛那個 有這個 vpp 可是它不是這個 它是related clause 動詞後面沒有related clause 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 I think 然後這個應該叫我 然後動詞 它後面接一個related clause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子句 The one person is smelly 我認為 這是鬼有味道 有臭味 對不對 那這個裡面 原來的我們的gram 如果沒有放進去說 VP可以接related clause 那你怎麼 你的gram就不完整 那你沒辦法 不完整 你怎麼分析得出來 這個句子就認為不合法 那事實上是合法的啊 我們認為這句很通順啊 對不對 I think the one person is smelly 這合法的英文字句啊 為什麼你分不出來呢 因為你當初沒有把這個 子句的結構的gram 放進去嘛 所以就是會有 不完整的這個情況出現 這個叫做 這個gram的insufficient 那會有產生現象 好 當我們gram 建構起來以後 我們第二個要問 那給一個句子 我怎麼用這些gram去解讀這個 解釋這個句子 讓它變成 分析出來是那個 所謂的結構 很清楚 那什麼叫做parsing 就是叫parser 就是剖析器的設計 剖析器就是語法上 我給你gram givengram 我給你gram 我們就整理出來一個gram 那利用這個 知道這個gram 我說好 既然這個gram是長這樣 那我看到這個句子 請你告訴我 這個句子為什麼是 中文的語法是合法的 或者是符合韓國的文法 或者是日文的語法 對不對 你要告訴我為什麼 你可以解釋得很好 那你要怎麼解釋 當然就要是我的gram 然後你的句子 然後我怎麼兜起來 這個過程的分析過程 我們就來剖析 所以剖析呢 就是要找到一個解釋 去解釋說你的句子 看到的句子 為什麼是符合你的gram 那這個解釋的產生的過程 就是一個剖析數 這個passing tree 就是會剖析 產生一個分析 剛剛看到的名字 s等個 那個數畫出來 說 因為這樣解釋完整了 那這個句子就合法 因為我可以用我的語法 gram 去解釋這個句子 為什麼會是符合我的gram 好 那這樣產生一個pass tree 就是你的解釋 對這個句子 是符合你gram的一個解釋 如果你剖析不出來 你fail 你的passing fail 就表示你沒有辦法解釋這個句子 是合法的 那就是 就是屬於不合法的句子 當然前提是你的句子 你的gram是perfect 對不對 你剖析的方法也是perfect 那才會 你剖析得出來也就是正確 不剖析就是合法 那當然我們知道都會有缺陷 你的gram可能就不見得 保證你pass了出來 就一定是成功或失敗之類的 但大部分你知道 你完整 幾乎說產生出來 就對的就是應該是對的 至少在你的gram given the grammar之下 但是問題是 剖析真的那麼簡單嗎 就是困難 就是 你去分析一個解釋 一個句子 真的只有一種解釋嗎 我們剛剛講說 前面講到說 一個最大的問題 困難 早上講 其中一個困難就是ambiguity 會有很多的奇異的ambiguity 各種不同的解讀 一個句子可能好取得解讀 這大家都知道的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不同的解讀都對 那就是有不同的分析的 是指句在哪裡 哪個是名詞哪個 都出來不同的 這個合法的解釋都通啊 都gramma上面都通啊 那就是表示不是唯一的 unique explanation 不一定唯一的parse 那這個為什麼就是 自然語言分析 要去parsing一個句子 假設我已經有gramma 我要去分析的時候 怎麼能夠分析對著困難 有很多重重的困難 那這個santata parsing呢 就是說我要找一個parse 就解釋那個wampus state 畫出一個 第一個ad 我知道d是罐詞 所以我就知道d是個 然後wampus是名詞n n怎麼說j d加n 變成罐詞加名詞 變成n名詞偏語 最後找到一個完整的 把所有的字都放進去 那最後就是說 這是一個句子 是完整的句子 sentence s 怎麼解讀出來 那你要去找這個過程呢 電腦需要花時間了 對不對 那麼多的字 那麼多的詞 然後那麼多的gramma 那麼多條的規則 你要一一去對一對 當你gramma越長越大 當你句子越來越長 你一個分析的這個過程 就會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就slow down下來 常常很多的自然語言 就是變成不practical 你要做到剖析 要understand這個句子 就會花掉很多的力氣 光要剖析又出現到很多問題以後 幾乎就停擺 就很難說服別人 說自然語言的 能夠很快的去找到正確答案 所以這個就是剖析數的 句子 MPVP 名詞篇語 動詞篇語 對動詞篇語 可以由冠詞 名詞組成 然後剛剛講的 every one plus every可以看到是article 是冠詞 然後加上名詞 然後動詞 spell every one plus沒有 這句子就可以解讀成一個句子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這些規則 然後我加上機率的attachment 當然我現在都沒有考慮機率了 機率計算又是另外一種計算方式 我要找最most likely 最可能機率的解釋 要考慮機率 如果我是考慮logic 我只考慮這個 我們稱為 deterministic 的parcer 還是probabilistic 的parcer deterministic 就是我只考慮邏輯結構的這些關係 我不考慮機率 但probabilistic 就要把機率 比較likely的解釋 因為解釋有好幾種可能 logic的解釋都可能解釋得通 但是我找機率最高的那個 所以disambiguate 就是用機率式的去比較好 我就找機率最高的那個 就會排除其他比較不可能的 雖然他也有可能解釋出來 那就是不同的parcer 會有不同的設計 好 那底下我要看一下 那個不同的parcer 有不同的parcer 這個寫parcer 從quabilistic來講 是一個蠻累的 蠻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從我們寫編譯器 第一天有可能講說 我們要編譯器 解釋python的語言 然後要剖析的語言 也是要正規語言 那你要去分析這個 在講什麼 這個程式學什麼 那這個底下都是一個編譯 compiler 就是要寫parcing parcer 你的語法對不對 你表達的程式 對不對 那是formal的gram 我們自然語言更複雜對不對 自然語言要講的 都是人類講的話的語法 所以你要去分析它的話 其實parcer的設計是蠻複雜的 那這個cykparcer 就是一個determinated puzzle 因為它是整個邏輯結構 就是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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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然後就是所有的詞 或x它可以變成一個chopsignal符號 這個form就是說 它只能夠有兩種抽象的結構 符號 那每一個符號就能夠變成 實際上的詞 那就可以定義 只有這種 它的規則 只能用這兩種形式表示出來 你的語法用這兩種形式去表示出來 你都會簡化你的設計的分析的各種可能的情況 那就強迫你的語法一定要用這種形式 這個chopsignal符號去表達 那你去用這樣的話 有一種cykparcer 它就是用這個叫bottom-up parser 什麼叫bottom-up 什麼叫top-down 如果說我這語法在上面就是top 那我句子在底下就是bottom 那我從我一個句子 字字字字詞詞詞詞間的關係 慢慢慢慢分析上去 兩個兩個 這兩個有關係 這兩個是thearticle 是名詞 這個是名詞篇語上去 這個是動詞篇語 再接一下 再往上 我看到一個s了 我解釋成一個完整的句子了 那這樣就是bottom-up 可是我也可以不要bottom-up 我們可以從由下而上 也可以由上而下 那由上而下的話 我一個句子 句子有可能np vp 或者np 加上什麼 conjunct np什麼之類 s什麼 那我可以一直一直 下來下來 最後找到一個 這個CCR一個名詞 然後就罐子 那這個有一個the 有一個名詞 wampus 然後就解釋通 所以我從top-down慢慢下來 分析下來也可以 那我從底層分析上去也可以 就慢慢找上去 把它兜起來 那這種就有不同的設計 所以可是CYK這個是有底層的 所以就從底下一個一個對上去 就看看這個字 這個是the 然後就article 對 有這個句 這個可以解釋 然後wampus 是一個名詞 這個wampus 然後這個article 可以變成這個 我就一個一個疊上去 我就可以找到一個完整的句子 我這邊的link 我修一下你們的get the sense 這個是一個gram s mp vp mp vp preproposition jc pain 然後他就是把這個寫成 我們剛剛看到的chomsky normal form 就是他最多只有兩個抽象的符號 有個具體的符號就只有一個 一個對一個 兩個抽象 都是這種形式的gramma 這一個語法 對不對 這個語法我們就要去分析說 那假設我們今天看到一個記者 I saw the man with a telescope on a hill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ambiguous sentence 因為 I saw 我看到 the man with a telescope on a hill 那到底是這個人戴著telescope 站在山丘上 還是我站在山丘上看到這個人戴著telescope 還是我站在山丘上用telescope看到這個人 他有好幾種解釋 OK 都是對的 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個是對的 除非我畫出那個圖出來 你要用這個句子去解釋 我們的passer就要去利用這個gramma說 那這個 為什麼這個 I saw the man with a telescope on a hill 這個句子呢 它是一個合法的句子 你怎麼會知道呢 他就要去用passer去passer 那這個passer看看 它是不是跑出一些結果出來 他在動 他一直在那邊找 找這個規則 然後去解釋 把那個 剛剛那個 I saw the man 他就慢慢把它 兜出一個完整的一個 把passer出來 不過他這個速度非常慢 因為這個句子很長 最後解釋到最右上角 得到一個sentence 那sentence 是怎麼樣結構 vp mp 什麼之類的 進行詞偏移 他都一個一個找出來 但是他用bottom up 這樣一個堆疊上去 但是這個過程 因為很難理解 所以就是用 有些人把它寫成動畫 讓你去了解他可能的過程 但是你這細節的話 你可能要花幾個小時去了解他 那對你們現在這個階段 大概知道一個像印象就好 就是所謂的passer 是一個怎麼樣的過程 它是一個bottom up 去找所有的規則 怎麼樣能夠解釋一個完整的句子 那會得到一個pass tree 作為結果 當然這個只是其中一種passer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會再看一些不同的passer